Wakanda Forever 2018年上映的漫威超级英雄电影黑豹Black Panther续集将要在年11月正式上映 其中饰演主角蒂查拉的查德维 暴斯曼 Chadwick Boseman也因为出演了这个角色而大受喜爱 当在2020年因为大肠癌病逝后 有关续集要拍或不拍 传言不断 终于在2022年7月 我们等到黑豹2 瓦干达1 Black Panther我看的Forever首之前导预告示出 黑豹在2018年上映后口碑叫好 叫做虽然饰演黑豹地查拉一角的演员查德维 暴斯曼因罹患大肠癌在2020年病逝 消息一出震惊 球也让大家发现原来在黑豹第一集拍摄时 查 威克身体状况已经不太乐观 却还是敬业的玩 聊演出在当年漫威宣布 释出的预告中可以看 包括安琪拉贝瑟 Angela Bassett 露皮塔尼勇 欧勒皮塔尼昂狗 以及丽蒂西亚 特勒Tisha Wright等 原班人马回归 也可以看到多个海洋中的 井另外也是漫威的第一位超级英雄 在他出现画面背景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蓝色的人出 这些没有意外的话应该就是亚特兰提斯人 因亚特兰提斯人的肤色设定就是蓝色 除了漫威王的出登场之外 和海王一样会在黑豹2 瓦干达 随电影中首次与大家见面的另一位超级英雄 预告的最后 有一个黑豹装的背影出现 许多人感动的同时 也都在猜测 既然不会有新任的地 拉街棒 那瓦干达的公主 不过是不是疏力就止等上映后揭晓了